我们在上次聊天的时候 我看你谈到的那个微博上 对大家对你那个谈到创业的 就是心态要清理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还认为是挺赞同的 就是我们聊到的对象就是心态的问题 其实我还想问的是关于这个理念的问题 就是这种中国的创业里面 它是否能够完全的移植到日本来 就是这两个这种什么意图 或者说你有什么建议 关于理念的话呢 其实你要把它具象化一点的话 比如说日本有很多百年老店 对吧 他就做的比较持久 做的比较稳定 但是他规模可能比较大 中国的创业者他们可能就是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想的是 我怎么样把规模给做大 怎么样复制 怎么样快速的让全世界各地 全国各地都有我的那个影子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区别 对啊 然后呢就是说我在想这个区别的背后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对吧 这个中国的创业者可能在创业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思考不已创业 因为大多数的创业的竞争者 他们的思考都不创业 对吧 就是我今天我能量可以快速地赚到一些 力量扩大 甚至有很多的非常非常高见的这个创业者 对吧 对吧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上市圈钱 对吧 企业快速地带到这个上市的水平 然后圈完钱之后 跑掉的话 你看近期瑞幸咖啡事件 对吧 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各地台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中低端的那种创业者 他们也是很急切地去赚钱 左高端的创业者 他们也是很急切地去赚钱去对手 所以你想象它长久是很难的 嗯 那么日本的这些创业者 他们就为什么可以做一半年两半年 甚至有个企业一千多年 他可能是考虑着怎么样 真正地把这个企业延续下去 为这个企业这么多 持续地让客户安心 让周围的合作伙伴安心 就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的不同 当这里面有个访问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百年企业真的有好吗 就是我一直在思考 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 就是百年企业未必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像人的小老公子一样 讲句实话 你现在一百岁了 你的生活质量就是很低很低 你活着其实 没有年轻的时候 活那么丰富多才精彩 你非要去硬性地去延续他的生命 用药物 用一些什么手术的手段 去延续他的生命 实际上 我们在想的 是不是真的足够大 那么把它给平移到企业的角度上来看 实际上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那你想那么多的百年企业 之所以能延续它 都是因为 它是因为家属企业 那么它传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那这个其实 你很难说 稳定地遇到 另外一代的领导人 都是很OK的 对吧 对 特别考验人 对 特别考验人 所以呢 它的那个产品 至少能够真正的稳定提供这种品质 不好说 我们在日本 只是知道 日本有三个多家百年企业 但是我们不知道 其实这里边的百年企业 绝大多数的百年企业 都是家族企业 而且绝大多数的百年企业 员工十个人都不到 嗯 绝大多数的百年企业 说句话 都是在等死的状态 嗯 就是 我觉得企业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比较好呢 就都不要去走极端 你不要去走 说我急功近利 要去圈钱 要去上市 要去割酒菜的这样子 我觉得不能再走 但是你也不要说去 呃 非常 硬性的 去延续你的生命 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百年企业 或者做几百年企业 那都没有意义 我觉得企业是 能够 从你的最初的这个创建 到它的 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定的 持续的 呃 而且是 强有力的这样一个 输出能力的状态的时候 它维持一段时间 如果说 你的体质 你的价值观在企业里面有 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养成的话 我觉得这个企业到一段时间 非常丝毫 嗯 就是它比如说 它经历了二十年 这一代的 CEO 这一代的社长 这一代的总经理做得非常好 嗯 它创造了很多的这个 对自己的价值 对社会的价值 对员工的价值 做了二十年很棒 但它 它退下来之后 后面确实没有人了 确实没有人了 你为什么非要人倒过的人呢 就是有时候你不如就是放开一点 这个时候我明明知道 这个如果是我设下来 这个企业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观察 或者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回信 实际上这个时候最假的 最假的东西是 我认为是令某 就是在你能够掌控的这个期限里面 把企业委托 委托给一个团队 卖给一个 卖出去 对卖给一个能够 把这个企业继续发扬到大的 一个公司团队 嗯 这个我认为 最假的它的回溯 而不是说 我要传给孩子 孩子在传给孩子 必须要把我一百年 两百年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其实这都是极端 这都是极端 都是不好的 嗯 所以呢 当然这个 东方的国家 他们可能本身就比较要研造集团 对 我比较赞同美国式的那种企业的 维系 就是要走现代化的企业制度的 建设 你只有透过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设 你还不会那么周杰说 我必须要传给我的孩子 就是要把企业制度 跟家庭制度分开去吧 对 你不能总是这样去 与我们一起去他的这件事情 当你的企业 在真正的能够进行了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革的时候 实际上你都特别在意他的手里 它有最合适的归宿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 我要幻想到 你自己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间 就是 你会根据实际 其实把这个主要业务的方向进行代理 这个时候 是不是其实也是 你对于创业一个比较 比较你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业者 它只要 只要是 你看着它后了五年十年 二十年也能创业 它特别一直都在改变 因为 生活背景是 不断的变化的 如果说你 不根据这个生活背景去做 其实的调整的话 你很容易死掉了 特别是现在这个生活背景 那变化真的是太快了 过去的话 可能你二三十年 差不多的生活背景 现在你怎么就两三年 差不多的生活背景 对吧 你再过一段时间 可能真的是 你看这两点 你每个月都不一样 你知道吧 你看它能不改变吗 你不改变的话 你现在得死不上企业 是吧 所以我觉得一个 不能说优秀 我觉得是一个 合格的创业者 你必须要基于 这个市场背景 社会背景 进行一个持续的变化 这样的话 才能不断的 就是让你的企业 保持这种生机 让他们真正能够活下去 其实回到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 我自己提了两个词 的对比 我就觉得好 就是百年老天分 快速复制 这两个方式的对比 其实你的观点是 就可能 这两者的中间 找到这边的平衡点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对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 世年的时候 其实在日本也出现了 这个大批的 快速复制的一个案例 可能从前那个开始了 这什么案例 就是珍珠海茶店 嗯 就是从东西到 京都到大阪 嗯 我觉得这个案例 其实是这个市场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般 因为实在去年出现 包括我们看到 沙头主义也加入 也加入这个 但是到了现在 它大批的 在死亡 我们是当时 就预测到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的客户 有没有那种 想要过来 有开这个奶茶店吧 那你又去哪 你当时能够看待这个市场的情况 首先 不光是我们的客户 有想到这边 来开珍珠海茶店的 其次呢 我们自己团队内部 就这样的声音 也很高 我们的 其他的包管也很高 比如说你看人家 在这种奶茶店开得很不错 我们是不是要去开 有这样吗 这样的探讨很多 差点因为我在中国 创业好多年 我知道这种模式 疯狂底下 其实死掉得非常快 我已经渐渐了这种 这种模式的创业 你快速的去做 然后讲实话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品质和运行 就是在不断的疯狂 不是考上一个模式 在取胜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 在中国 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在中国创业这么多年 实际上我真的是 非常是能见绝这种创业 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就发觉了 比如说 我们一定不做这个东西 至少在那个阶段一定不做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 我见绝了这种创业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可以去判断 一个事情能不能去做 比如说 我开一个牛肉面馆 你从现在 你就能判断得出来 人类 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但是你判断不出来 人类在未来的这些年历 会不会持续喝奶茶 你知道吗 奶茶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还不如去开咖啡馆 我还不如去开 就是真正的喝茶的地方 那个都是持续能够下去的 但是奶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历史上 其实对它的意义非常的暖暂 它能传递有多久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我觉得它的必须属性太低 对吧 所以呢 基于这个原因的观感 我也是把它也否决了 就我们要去做餐饮的话 我们一定是选一个 就是人类 它能够持续地去对它的需求 这样的一个品味去做 哪怕卖一点 我也没问题 还有一个点 我知道你会不会愿意在这里说 但是我问一下 我去采访这牛肉面的张师傅的时候 他有提到你 在中华系的店铺的口味 其实你心中有一个 把中国的民想吃各地的这种餐饮 都带到日本的这个想法 对 这个想法是我一直想做的 因为来日本之后 发现很多的中华系的店铺的口味 实际上跟我们真正有名气望的口味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想让这个日本当地的人知道 它真正的中华料理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是说反对改良 就是你的这个中华料理到日本之后 能改良 但是改良 你只能改的更好吃 你不能改的就是说水分在下降 对 水分在下降 你知道 那你看 日本人把全世界的美食都带到日本 他改良以后都比本国还好吃 他把意大利面做的真的比意大利好吃 他把法罗菜做的 其实怀世道里也学习了很多法罗菜的 很精神 那你看他把这些国家的菜都做得那么的完美 在里面呈现 为什么把中华料理做成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由于中华料理的标准化太差 嗯 就中华料理其实它是一个标准化非常门的这样一个菜系 嗯 那 你知道法罗料理也好 就是一朗一面也好 这些 呃 国家的原料 包括印度咖哩 对吧 啊 日本人做得极为优秀 我认为它是可以很优秀的 其实中华料理就存在一个问题 嗯 是日本的厨师能做吗 还是就必须把中国的厨师带过来 他才能做 比如说像牛肉面的江师傅 他就坚定的认为 一个战争的牛肉面 一定不要汉油蓝州的师傅 哪怕在中国去掉 他觉得如果这个店没有蓝州的师傅 那这个实用法理就是失败的 它是一个羞腿的思维 它是一个价人的思维 它是一个价人的思维 职人 职人思维 所以说他认为 有一个懒人在 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实际上我们在 你进第一批中华料理的时候 就考虑到它的标准化 嗯 就如果说这个 这个中华料理是容易标准化的 我是做为我第一批的考量 嗯 好 那么那些很难标准化的东西的 中华料理 我们会放在第二步去做它 那么日本现在的中华料理 为什么我们认为不好吃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 因为 可以一批大批料的进入 日本的华人食的味 所以你现在看到 日本的好多的中华料理片 是跟这个大部分的口味是一样的 因为我也在东北生活 它并没有真正的 就是说 把中华料理那些非常 比如说有名的菜系 它就不是菜系 你懂我意思吗 它就是把东北菜打完 东北菜在中国都算菜系 你说的那种特别感觉 是我家他做的那一片中华 因为离大事很近 就是一条中华街 然后呢 那现在中国菜系什么菜系 就是我们当川菜就有了 然后大家会很奇妙地发现 一个川菜店走进去 是东北人 那还不是说东北菜 他做川菜 但是是东北的川菜 没错 这就是我说的非常有趣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原因 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就是你一开始来的是什么人 你做出的料理就是这个水平 而且那个时候来的人没有几个专业厨师 很多的战兵医工 对吧 他们来到了日本生活 他们没有什么专业的厨师经验的 就为了生存啊 这个也不会 对吧 你其他都干不了 从开中华料理店 开中华料理店 就把东北菜给做过来了 然后后来又经过更加重改了 就成为了今天的日本的主流中华料理的口味 我认为就是东北菜plus 这个就是在日本的中华料理的口味 那么现在呢 我们如果说在一步一步的想把这些中华美食带来的时候 我的结果的第一个就是可标准化的这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标准化程度稍低 但是极具特色的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可标准化 你就比较适合去做一些连锁店 那如果说标准化程度低的 你就只适合去做一个单店 那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够买把中华料理整整的慢慢的带到日本来 我是希望将来繁星的那些体系体恰的中华料理在日本 能够真正的告诉日本人 就是说中华料理是这个样子的 嗯